土城有两名远警为了追捕一辆可疑的机车 在马路上飙车 差一点被水泥浴办车给正面撞上 整个惊险的过程都被民众拍下来放在网路上 还有人嘲讽警察为了拼业机真是不怕死 土城中央路中华路口平常就车水马龙 但是有两名警察在这里 一前一后用高速飙车的方式行驶而过 差一点就被对面的水泥浴办车撞个正着 再看一次可能只差那么一秒钟水泥车就会撞上来 令人不禁不替警察先生捏了一把冷汗 远警行走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辆摩车车没有行挂车牌 而且行机可疑 所以我们同仁为了自然考量 所以去追那部没有行挂车牌的摩车车 两名远警当时为了追捕一辆行机可疑的机车 以飙车的方式行进这个路口 差一点就被水泥浴办车正面撞上 不过土城警局表示 当时两名远警没闯红灯也没有逆向行驶 但会教育远警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发现是我们同仁没有开启警示灯跟警报器 所以这点我们会立即检讨 只能说警察先生为了执行勤务还真是辛苦了 不过马路如虎口 行车速度还是放慢一点比较安全 也不会给民众不良示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